歡迎來到易拉家音樂 今天我要開箱一些跟音樂有關的東西了 就是這個 IK-I-Law Micromonitor 我擁有的監聽有YAMAHA HS5 MSP3 和MSP5 作為一位小學的音樂老師 我有時需要幫學生錄製一些演奏作品 以及剪一些學校的活動影片 對我來說這樣的監聽設備已經非常足夠了 不過澳門的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空間不足 我的工作台和我的工作空間 並不足以農料那些傳統三寸的監聽喇叭 因此我開始尋找一些小巧的監聽喇叭 我看了Genelec 8010 還有這個I-Law Micromonitor 我個人比較喜歡Genelec的聲音 8010低音效果更好 但最終由於我沒有超能力 以及澳門沒有Genelec的經銷三 所以我就選擇了I-Law 那我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除了沒有超能力以外 還有另外三個原因 讓我最終選擇了I-Law 而不是Genelec 8010 第一個原因是 對我來說 三寸單體的喇叭 低音效果再怎麼好 也無法跟我五寸的喇叭相比 而且我也不會去混一些很多低音的東西 所以我不需要低音那麼足夠的喇叭去聽 假如我要聽夠多的低音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去用五寸的喇叭 在一個好的升學的空間去聽 那這樣會更好 或者我就是戴耳機 另外我的工作的空間 沒辦法進行升學的處理 以至於假如低音太多的話 會產生很多反彈的聲音 那也很麻煩 第三個就是 我並不需要進行什麼專業的混音 只是希望找到一個 比電腦多媒體影響更好一點點的監聽設備 讓我不用整天一直戴著耳機 耳朵很不舒服而已 所以經過這三個原因的考量以後呢 我就找了一個最方便、最快可取得 而且價錢也相對比較便宜的iLow了 可以說在這個價位和尺寸範圍內 不可能找到一款專業的監聽喇叭 而我也不會把它視為一個專業的監聽喇叭來用 而是當作一款 沒有額外添加任何色彩的電腦喇叭來使用 OK 以上這些就是我選擇這顆監聽喇叭的原因了 希望能夠搬到那些正在尋找一些小的監聽喇叭的朋友 提供一些參考的意見囉